中国今年入冬以来首场寒潮来袭 从25日起 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摄氏6度至10度 局部地区降幅达16度以上 内蒙古东北等地迎来大雪到暴雪天气 新疆青海等地封闭路段27个 四川九寨沟风景区 23日也因下大雪堵路 上千游客被塞在路上超过4小时又冷又饿 很多人没能赶上高铁返回成都 被迫滞留在松攀 中国经济下行 强其依赖中共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 中国地方电视台面临经营困境 目前有近2000家县级电视台面临倒闭 深屯报业集团22日近百名退休老人 齐聚报业大厦拉横幅维权数小时 消息在社交媒体热传 但相关报道被删除 浙江省湖州市一家生产销售 儿童羽绒衣的厂家 日前被查出生产销售的羽绒衣 羽绒绒子基本为零 全部都是假羽绒衣 该批价值700多万元人民币的 7万多件羽绒衣已经被查封 中国消费放缓 时尚最长的双十一购物节 黯然落幕后 退货率攀高在网上引起热议 其中女装更是退货重灾区 甚至还有商家的退货率高达80%到90% 多名商家表示 今年已达到从业以来最高值 普遍被认为不好做 不挣钱的女装店商 今年已掀起关店潮 新唐人的电视整理报道